哈囉大家好 我是老師 好我們今天要繼續玩那個主線劇情第三章 好在玩主線劇情之前呢 我們先來跟我的老婆溫存溫存 怎麼都是雙的 阿柯 要生小孩了嗎 還沒 阿柯 你給我的小孩呢 這麼一個小孩就非常好玩 那怎麼玩 這樣嗎 天之 OK好就這樣 好出府去 好玩主線劇 不 呃 不是 關卡 金主獻祭 你如約拿到硬工坊 康熙此時已在裡面等候著 你走進去發現康熙面色凝重 你知道正為何招你來此嗎 陳不知 你可知道 顧命大臣敖拜敖哨寶 月之一二 屬下知悉 敖拜名義上是輔佐皇上的忠誠 使得卻勇兵至重 以下放上 可以看出敖拜就是令皇上頭痛的眼中丁啊 不錯 看來正招你商量是對的 哎 阿拜這人欺人太深 正早已清正 他就遲遲不肯放權 蘇克 蘇克 沙哈在朝上提 提扯 提扯 提扯辭職 按理說 其他三位顧命大臣也該效仿 誰想到阿拜竟然給蘇克 沙哈套了24項罪名 說他其實是奸誠 還用兵權逼正就範 將蘇克沙哈下獄 唉 真是空地死痛 敖拜這個大劍城必須要除 此時他武功高強 說著說著康熙扶爾足了下來 面色凝重 不斷的搖頭 皇上 曾有一技可除菅城敖拜 哦說來聽聽 肯定是不好 杜豪掌握對付他的 說我應該 我們可以暗中培養 挑選一批聲響體重的輕貴子弟 在宮中練習武術 哦 這麼迷霧張擋的 不會被阿拜發現嗎 阿拜生性傲慢 皇上領只需裝作貪玩 成名刷交這種嬉細娛樂之中 阿拜定不會懷疑有他 等到實際成熟 就讓他們埋伏起來 再宣阿拜進攻 但毫無傍貝 我們定等他 將他拿下 好 妙己 就按你說的辦 這件事全權交給你負責 丞下領命 定不辜 不辜負皇上的眾望 來人 給我找尋20個身強力壯的輕貴子弟 正今天心情好 要和他們比試摔跤 只要這次能承除了大堅城豪拜 這一定重重有少 丞下已經竭盡數了 這些輕貴子弟也一場交給你來訓練 正等著你的好消息 是不是說明我已經取得了信任 這樣看來接下來我需要準備的事就變多了 大人大人你回來 小寶怎麼了 我讓你去公里找毛死霸的事啊 糟了和皇上打笑到都忘了我小寶這邊的事 現在只能先變得黃了 我在公里中了一圈順便問了幾個大臣 他們說都沒叫過一個毛死霸的 這麼說他也不要攻中了 那雙耳究竟會在哪呢 不用擔心小寶 我現在因為機緣巧合解釋一位貴人了 是何人也 當今皇上康希啊 大人你一夜之間認識當今皇上 哎呀要是我有如此機遇就好了啊 沒想到吧這原本就是你的機遇啊 所以啊小寶不要急等會跟皇上混手了 一定幫你打聽雙耳的消息 被皇上身邊紅人的嗎 是啊小寶皇上交給一下秘密任務 再把這是半頭了重重有賞 要說嗎 不說 好了我還是說一下好了 大人你回來了 他老婆馬上出來阻止 應該是不能讓小寶知道任何的事情吧 大人你與皇上說了什麼 皇上讓我一起和蒙對付好敗 我感覺他挺信任我了 說明以前都走到正確的軌跡上 對了大人 我有一次要提醒你 嗯何事 要注意尾小寶 注意小寶 沒錯他曾經是這個故事的主角 是有他的道理的 不光是運勢還有他的機靈等等 如果不關注他的話 很有可能會影響你經過前進的路線 其實已經有人悄悄聽到了 不會是小寶吧 欸等等等等 說 有這種 你就要去看看 你怎麼才會轉回來 我還要去看 他媽媽 這個兒子 在這兒子 對這兒子 ok 這邊 所以開始選對了 你選不說 啊只能選說 好了反正就這樣 這集劇情是這樣 恭迎老爺恢復 好了 希望你大家平常左下方的圖片按下訂閱右下角的訂閱按鈕跟鈴鐺記得打開 叫我個新片你就要收到通知謝謝大家這就算拜拜